大家好 我是杰西周末鱼看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 比较轻松一点的是 学生常见的错误 好那今天要看的是 重音重音念错了 好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三个字 真的很常听到学人念错 好你自己先心里想想看 都是怎么念的 好假如你第一个字 是念relative 念错了 第二字叫你念record 有时候对有时候错 第三个字叫你念photo 也错了 好那到底是哪里错 你说杰西你是这么挑剔 那个重音念错有什么关系呢 外国人还是听得懂吧 这个就要看人 好常常跟 其他国家人有相处过 可能听得懂 但是有一些人 真的就会是听不懂 好为什么呢 我这个重音就相当于 我们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好我先讲一个 小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天杰西的外国同事 他在台湾住了很久 他老婆是台湾人 他就中文也算不错 他就跟杰西问说 杰西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 有关于肩包的问题 然后杰西就想说肩包 什么肩包啊 这肩包半年听不懂 结果最后就用英文问他 你到底要讲什么 他说就是那个health insurance啊 health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叫做什么 叫健保 好健保他念肩包 我真的听不懂 大家听得懂吗 好所以呢 这就是让大家知道 用这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重音的重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说念错重音 或可能念错 到底是怎么样呢 好 第一个字 很容易被念成related 因为大家比较知道 它的动词叫relate 好找到联系 或者是认同 好我们常说 oh I can relate to you 我可以认同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这样子 或者是related 这个字是形容词相关的 但是他当做名词的时候 他是亲戚的意思 请你念relative relative 好他当形容词比较的 也是可以念做relative 但是动词跟 这个形容词相关的时候 是念relative 那这个真的名词 解析大概90%的学生 初级的学生都会念成 都念错 我就不念错给你 大家听的就是relative relative 请大家记住 好 再来这个 我说可能会对 可能会错 为什么呢 好 这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 他就是念record 好 但是record是动词 动词是当做录制的意思 可是当他是唱片的时候 他的重音在前面 他叫做record 或者是记录 打破记录这个字 好 他也是一样 他叫做record 好 那你说 这个就是刚刚讲 不讲说到底听懂 听不懂 总之呢 你就记得 他蛮多是相同 长得一模一样 英文还不少 只下次帮大家整理出来 今天没有整理 下次整理出来 像什么 export 好 import 这种 export import 这种的 就是很对应的 下次帮大家整理一堆出来 好 所以是record 名词 唱片 动词才是录制 record 记录的话 这也是record 好 今天看到最后这个字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照片叫做photograph photograph 所以摄影师 你要念photographer 就错了 不对 为什么呀 中音已经跑到第二个音节了 这是比较特别 通常加以亚不太会改变中音 那这里比较特别 这里念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 中音在第二个音节是最常听到 念错的 photographer 好 以上的这三个字 relative record record不一定念错 record当记录的时候要念record 还有photographer 这三个常念错字 下次不要再念错了 好的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喜欢的话 请订阅按个赞 记得有脸序 blog 跟YouTube频道 都欢迎订阅 追踪分享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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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